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玉 中国河若铁路历时12年规划建设 终于在6月16号上午10点53分正式开通营运 河若铁路从新疆河田穿越中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园 穿越沙漠延伸到若昌县 并且跟现有的格库铁路 南疆铁路牵手连结成历史上 全球第一条环绕沙漠的环形铁路 环抱沙漠这个中国最大的沙漠 世界第二大的流动沙漠 怎么样在漫天黄沙巨大的沙尘暴环境当中 艰困的盖出长达825公里的河若铁路呢 在死亡之海建铁路到底有多难 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基建狂魔基础建设建设的实力 也将从此改变了曾经进得去出不来的 死亡之海周边发展状况 中国期盼既由高铁的建设铁路的建设 打偷偏远交通的任督二脉 达到出江 入藏 跨海 街山的目标 路通 财就通 没有路根本走不出去 看到了新疆以及西藏 其实占了中国国土面积的30% 但是铁路里程数却不足全国总里程的6% 一方面是因为人口比较稀少 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 比如说新疆塔里木盆地 这个盆地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盆地 塔里木盆地里面又有80%是塔克拉马甘沙漠 这是世界上第二大的流动性沙漠 所谓的流动性沙漠就是风一直吹一直吹 那沙漠会顺着风的方向不断的迁移扩张 沙丘的形态位置也都会一直变来变去 所以流动性沙漠对自然环境的危害是比较大的 所以乔尼来这里的交通建设很少 交通都很不方便 甚至有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新疆 当然交通不方便 要发展经济就困难重重 所以如果以新疆沙漠周边的交通状况来看 如果你要从明峰这个地方离开新疆 以前没有这条红色铁路的时候 你要离开新疆 你必须要先从明峰坐车到和田 然后绕塔里木盆地1000多公里 这样子才能够离开新疆 那如果说南部就是在沙漠的南原 能够该条铁路连接过来的话 出新疆就会比较方便 而且可以大大的改善交通环境 而这就是和若铁路存在的意义 今年6月16号和若铁路正式通车了 全长825公里 设计时速120公里 沿线总共有22个车站 那和若铁路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红色的这条路线位置 它的位置是从和田经过明峰 经过且末一直到若腔线 那这22站当中就是沿着沙漠 塔克拉玛跟沙漠的南原而建立起来的 它通过了沙海一直到若腔 那为什么说和若铁路通车之后 等于是完成环沙漠铁路的最后一块拼图呢 因为和若铁路红色的这条线 它建成之后等于是跟另外两条线环抱了沙漠 第一条线我们看到的就是格库铁路 格库铁路呢 您看到了它就是从库尔勒一直连接到格尔木 这是这条格库铁路 那另外一条铁路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南疆铁路 南疆铁路呢就是从克舌一直延伸到乌鲁木齐 再者您看到了克河铁路 是从克舌一直到和田的这个部分 所以先前呢您看到了铁路从和田 我们刚才说你如果从明峰要出新疆的话 你要绕一大圈才能够出新疆 但是现在你如果从和田明峰要往这里 往乌鲁木齐来走的话 你只要从和田做这个和库和若铁路 然后一直往乌鲁木齐的方向 就能够非常方便的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而且时间缩短了 以前你可能这样绕一整圈 至少要花十几个小时天都黑了 但现在有了和若铁路你走另外一边 至少节省了好几个小时 那既然这条铁路这么重要 为什么现在才盖好呢 你找一点盖不就可以早一点发展新疆了吗 你知道这条铁路有多难盖吗 第一个沙尘暴 哇你在沙漠上面要盖铁路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三不五时哇这个满天飞的风沙 还有满天飞的沙尘暴 沙尘暴一来你知道所有的工人都要平躺在地 眼睛要闭上的这个沙尘暴过去之后 才能够继续的盖铁路 第二个低温你知道它冬天会夜晚到零下二十度 有时候夏天白天的时候会到摄氏四十度 所以这个温差非常非常大 那如果到晚上比较冷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所有的工人都上大巴 度过这个非常寒冷的时间点 然后等适合的时间再出来工作 第三个呢 这条铁路盖了之后 其实为的就要实现脱贫的目标 因为呢交通不方便的地方经济不好 经济不好的地方工作机会就少 所以像是新疆的很多的人 他们呢每天工作的这个时薪其实是非常低的 那这条铁路盖上去之后呢 很多人既有工作机会 所以呢能挣的钱变多了 希望大家能够脱贫 那很多人也希望铁路盖好之后 能够带长辈带爸爸妈妈 带爷爷奶奶出新疆来走走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条铁路 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特殊工法 能够在沙漠上面盖一条铁路 第一个要克服的就是沙漠的气候 好沙漠气候 整条河若铁路825公里 其中有三分之二都要盖在沙漠上面 而且一年当中至少有七八个月都是风季 这个风吹过来吹过去好多沙 过去在盖河若铁路的时候呢 大风一吹 你靠沙尘暴来袭 这个工人趴在铁路上躲避等待沙尘暴过去 再加上刚才讲的沙漠的日夜温差非常大 所以有时候高温40度有时候零下20度 所以大家很多人这个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 只能躲在大巴上面 能够工作的时间出来算一算 铁路工人每天只能修建两公里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这个铁路给修建完成 再来要克服的就是地形 你为了要防止风沙侵袭 如果你的铁道盖好了 如果你的列车在运行 那沙来了风来了很大怎么办呢 这当然要靠很多的工业技术 那威胁到行车安全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执行所谓的风沙防护工程 好这个沙漠在这里 你要在这里盖 那怎么样把这个风把这个沙降到最低呢 所以呢他们在他的前后 总共是修建了5000万平方公尺的草方格 那这些草方格呢 就是用稻草跟芦苇 按照方形格子的形状 这个砸在这个所谓的沙漠里面 那砸在沙漠里面呢 还花费了11亿元 在这些方格上面重固沙植物 比如说红柳拉沙吉等等 这些灌木还有桥木 总共种了1300万株 但是大家都知道哦 沙漠你就算种了植物 困难点在哪里 没有水缺水 那植物需要水才能够灌溉 才能够活啊 沙漠没有水 你总不能叫工程师每天去浇水吧 好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 中国的工程师呢 他们采用的是远端的智能灌溉系统 来克服缺水的问题 那这个自动灌溉系统呢 它可以控制沿线130多口的井 灌溉时间还有浇水量 让这些植物能够安全的生长 另外还有一个风沙非常严重的路段 它采用的呢 就是以桥来带路 好用这样的方式建造了五座的过沙桥 让风沙来袭的时候 它可以这些风沙可以从桥下穿过去 降低对于铁路的威胁 那这个世界第一环沙漠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 河路铁路呢 好拼上了 它不仅体现了中国的基建狂魔 强大的基础建设实力 还改变了这个曾经被称为是 进得去 但是出不来的死亡之海周边发展状况 河路铁路打开了人流物流的新通道 那当然带来了很多的生机 也带来很多的观光客 希望能够促进当地的观光发展 河路铁路的总设计师杨宝荣 好他就说了 他很自豪的说 河路铁路呢 再次向世界证明 中国有这个能力 在沙漠当中平稳的运行铁路 而中国的基础建设实力 会不会也是中国要立抗 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动力呢 传出来啊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官员 说确保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一定要超过美国 这个目标传出来 对很多的官员来讲 都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去年啊 美国第四季的GDP 年增率6.9% 但中国4% 那要怎么拼 才能够拼这种爆发性的成长呢 所以有学者就在猜了 因为全球通膨 大家都不敢消费嘛 消费刺激逼不出来了 上海跟珠江三角洲地带 开工不足 产业链出现问题 所以出口也没有办法指望 那你最后只能靠什么 只能靠基础建设 那目标呢 当然不是已经繁华 已经开发的东部 而是西部跟农村 彭博社就统计发现 说中国的地方政府 已经拟定了几千个重大的项目清单 他们计划要投资14.8兆人民币 好 为的就是要拼这个目标 大陆今年的GDP要超过美国 那投入14.8兆人民币 要花这么多钱 而这样的钱的水准呢 是美国国会去年为美国基建支出增额的两倍多 就是要拼上美国 但是这样的发展对于提升中国的GDP来讲 有帮助吗 我们来听听产观学界的看法 首先是北京清华大学的学者董玉 他就说了 中国呢 哇 这个基建狂魔近年来很快的发展 但是不代表中国的基建已经很完善了 因为像是西部还有农村 这些比较偏乡的地方基础建设的通达程度都不均衡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政治问题 中国的金融学者贺江斌 他认为说呢 中国这一次要大举的投入基础建设会面临几个问题 首先 传统的基建已经很超前了 他认为很多的城市都已经超过了美国 那因为基期比较高 所以要再进一步大幅超前美国的可能性 相对来讲可能有点要打折扣 其次 政府融资的难度会增加 再加上民企业其实你也不用指望 地方政府更是不堪负荷 所以呢 资金来源可能会有些困难 美国的经济学者李恒青 他认为说 种种的迹象看起来都代表了 中共的政权面临了些许的危机 所以呢 在所谓的经济跟政治方面其实都有中国现在要面临的挑战 要来面对 所以您认为 中国真的能够靠着基础建设来超越美国吗 而和若铁路的开通代表中国的建设实力能够更进一步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